Hello各位各位觀眾的我是大家 聊天謝謝拜託 沒錯今天來幹嘛呢 各位看我身後的 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學一下 Biking 小山的風格 就是走到車旁邊 那今天呢好不好 我們小葉哥聽說啊 他和Austin Martin有一個聯合的拍攝 那我們就來突襲一下小葉哥 好 我们去找他 我今天特地為了你有沒有 就是要符合那個風格 所以他是那個機車二人代表 那我就奧特馬屁 好啦反正呢 今天我覺得很感謝小優哥邀請 但是我覺得這很屌 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拍 我其實現在不太好跟你說到底為什麼 OK 我可以 其實我們跟泳山Alston Martin 其實已經算是十幾年的淵源了 我們很久以前就有跟他們耳朵拍攝 這一次又有機會可以把我們兩家 都是剛好各有一台黑黑的東西放在一起 對 這麼有交配 黑黑的東西 小優哥客氣 我跟你講這兩台車 他就是一個是機車界的頂 一個是汽車界的千萬口車 是不是 老實說你的 你的在機車界的改裝就是最差 嗯 對吧 我不能自己說 好啦哥 那你這台聽說是 這個車主很有趣 他當年看到我的十年前的世界冠軍 他一直很喜歡 嗯 然後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他做一台 可是我這個人的邏輯是我不想要做複製的車 啊 那加上因為那個時候為了比賽 我做了一些有一點實驗性的東西 我覺得 呃相對上我不是很確定說真的日常使用是不是那麼的方便 所以我就跟他說那我幫你做一台 一樣的氣氛但是比較實用版 所以我們把避震器用 像OVIOUS的啊然後 然後回方什麼的 其實都比較接近 現代 比較你好去 維護的車 你甚至這車你要牽回 總代理去保養都是可以 都可以 對都沒有問題 對 連原廠的Keyless 綁到都還在 都還在 對 對 但是他 他整體的線條輪 會有維持當年的世界冠軍 那一台想要做的直線加速的氣氛 哦 所以他就是想要營造那個感覺 對 所以他包含到他的分離把他的腳踏後移進 都是一個很戰鬥的感覺 因為老實說他就是想要平日也 平常也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看你的其實改裝輪格的那個範圍 沒有到誇張 沒有到 但是你又可以讓整台感覺就知道 哇這什麼聲音 這是什麼感覺 欸你要不要上去跨一下 對 跨一下 你當然進入那個直線加速的 我來囉 後來就要買 說話好認真的 對說話好認真的 對 帥聲 對 你要把你腳都可以放上去 他可以爬車的 他就是一個 騙戰鬥的一個感覺 我今天穿 對可以可以可以 對啊 看有戰鬥啊 對 帥了 對啊 嗯 要帥喔 帥就不行 拍個照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 來到這 還有一個 第二個重點 那就是我本來的 Awesome Martin Gladex的F1 Edition 對他是2023年的版本 我感受 大大事實上就是 他的 馬力尋增加了 然後還有再加上 他的 變形箱 我不知道 開起來的感覺 可以更一波 然後 還有他的馬力 也比較直接 所以在早期的話 假如說他不是F1 Edition的話 他可能比較線性一點 所以你開起來可能會舒服啊 再試去可能 比較舒服 對對對 所以這台車 好不好 有錢的 三千 接下來呢 介紹這台 母獸 聽業務講說 他就是一個F1 領航車 那全車呢 採用大量的Carbon套件 所以呢 可以在全車的外觀上面 看到很多 Carbon套件 再來他旁邊呢 在他的那個 進氣吧 有一個小小的F1 Edition 所以就是證明他這台 就是F1的領航車啦 然後全車呢 從五行蓋 大量的車上 就是用一些 Carbon套件 去點綴 所以呢 他的車頂 然後還有一直延伸到 他的後壓尾 全部都是用Carbon套 雖然外觀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現在是用烤漆 但是呢 他是Carbon材質 OK 然後呢 他的開門方式啊 相信你對 Austin Martin 有點了解的人 都知道 他這個單家 這個開門 往上斜這個方式 真的非常貼心啊 我們在提人心道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撞到 然後再來呢 這是我有幸坐到的車裡面 不得不說 英國車的魅力 確實還是非常吸引人 他的中控 還有他們當家的一些 基本標配的配置 讓整體有點復古感覺 但是呢 他裡面又有點高級中代 有點奢華感 這不得不說真的 魅力心驚 所以呢 這次有幸 真的可以看到這台實測 我只能說 感謝我們的小葉大大 那這台呢 其實在整個外觀 一直到內裝 在他的引擎上面 真的 好不好 我覺得 沒有任何一個 點啊 是可以挑剔的 好不好 想要參觀的車友 好不好 趕快來實際體驗一下 白癡喔 白癡喔 我靠 好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